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终于可以坐下来和你好好聊一聊小米的这两款产品 那我们先来第一款小米Note 2 好了 那这些年小米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一直是高配置低价格 一直在拼性价比啊 人们一直期望着小米能够跳出这个圈子 向高端市场来进发 那么小米过去的几次尝试其实都没有取得太好的效果 今年它的表现怎么样呢 我们一起来看 包装方面呢 是一贯的极简的小米风格啊 不过呢 也有变化 配件除了常规的纸片 卡针 数据线和充电器之外 还多了一个清水保护套 对于小米来说不常见啊 另外呢 充电器的最大输出功率是12V 1.5A 标准的快充 好 我们来看机器 第一印象呢 正面直接看小米Note 2 风格是方正硬朗 变换角度呢 你可以看到设计感十足的曲面屏幕 那正面的黑色面板比较纯粹啊 根据OLED的自发光的原理呢 没有漏光的困扰 四周的BM区黑边也做了收窄 不会和之前的小米5一样啊 有碍观瞻啊 同时也提升了整机的屏占比 机身正面 传闻已久的米字logo终于彻底消失了啊 乍一看还以为是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啊 由于前后的3D玻璃向中框弯曲收窄 使得小米Note 2的金属中框呢 十分的窄了 那电源键啊 音量键啊 都做成了薄薄的长条形 另外呢 金属中框和前后3D玻璃的过度还是比较自然的 没有出现很多金属边框机型容易出现的两种材质交界处这个缝隙刮手的情况 背面的3D玻璃呢 弧度更大 和小米5类似啊 前段时间呢 小米5S背面被喷得不轻啊 大多是因为这个高光拉丝的金属后盖显得有些廉价 那这次玻璃的及时回归啊 的确让人眼前一亮 曲面屏幕加3D玻璃的后盖啊 小米Note 2显得确实非常有的质感 之前褒贬不一的双摄像头呢 这一次小米Note 2没有采用啊 而是回归了单颗摄像头 双色纹闪光灯和底部的米子logo呢 都是常规的排布 摄像头保持了小米一贯的坚持啊 尽量不突出 几乎和背板是同一平面的 小米Note 2呢 会有冰川银和亮黑两个版本 而全新的冰川银呢 在不同的灯光下反射不同的色彩啊 还是相当痒痒的 另外呢 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啊 有人担心冰川银会不会和home按键有色差 我们在仔细观察之后呢 发现颜色其实是一致的 但是 后半件呢 为高光镜面设计 而面板呢 是低反射的 所以呢 看起来是有差别的 视觉上呢 后半件更加突出 另外 后半件呢 是要略低于面板的啊 可以尽量避免划痕 好 总的来说呢 小米Note 2最亮眼的当然就是它的双曲面设计 那么小米啊 这款手机终于在时隔多代之后啊 在它的工业设计上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啊 确实它和Note 7很像 怎样才能加入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呢 我们打开微信 选择通讯录 点开订阅号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在查找公众号的框中呢 输入科技美学 看到那个熟悉的图标了吗 点击就可以加入进来了 如果你不嫌烦的话呢 还可以将科技美学的账号添加到你的桌面 在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账号呢 有关数码的任何问题 你都可以向我提问 每天呢 我都会以语音的形式回答大家的问题 似乎配置这个部分呢 没有外观那个部分有那么多可以说的啊 因为呢 就连一贯配置落后的锤子啊 都已经迎头赶上了 那么 向来讲求性价比的小米啊 在配置上当然不可能干落人后啊 以往说到曲面呢 三星的S6 Edge S7 Edge和Note 7是明满天下啊 我们先不说实用性 炫酷程度的确是让人过目难忘的 当然了1080p的OLED屏幕呢 在较大尺寸的手机上啊 我们确实会有一些消费者担心它会不会有一些颗粒感 那的确 在之前的一加三上呢 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质疑 那其实呢 我们在正常使用的这个距离下啊 是感觉不到的颗粒的 除非你离的确实很近的情况下啊 那才能看到 其他的配置呢 都是目前最主流的水准 满血版的骁浪821 主频2.35GHz 存储呢 也是4G和6G的内存加上64G加128G的存储 电池容量方面达到了4070mAh 基本可以满足一天正常的使用 不过呢 超声波指纹识别的缺失啊 还是让我们略有失望 后置相机和刚刚发布的Smartizen M1相同啊 都是2256万像素的MX318传感器 支持反差和相位对焦以及视频防抖 MX318呢 将混合对焦和图像稳定啊 融入到了DSP当中 通过三轴陀螺传感器 对于小幅度晃动啊 能够进行补偿和修正 那这种做法呢 除了省电之外 还可以进一步的减少手机的厚度啊 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这次小米Note2上的相机部分没有突出 前置相机部分呢 使用的是800万像素啊 支持自拍合影优选等功能 我们后续来做详细的演示 还有呢 全功能的NFC Type-C之类的功能啊 就全都有了 不过呢 小米的Note2的全网通是有点意思啊 小米Note2全网通支持6膜和37频 频段是非常丰富的 即便呢 你带着小米Note2出国 也无需担心运营商和4G网络兼容线的问题 基本上是做到了真正的全球漫游 在小米爆出要发布双曲面屏的手机之后呢 就有很多质疑的声音 觉得曲面屏的手机啊 它利用率并不高 那么小米为了解决这种情况呢 特地开发了小米Note2专用的主题 在应用了这个主题之后呢 你会发现侧边栏多出了很多的功能啊 在这里你不仅可以选择联系人啊 天气情况啊 音乐啊 指南针等等啊 而且调出的方式很自然 也很顺畅啊 应该说小米对于曲面屏还是花费了心思的 其实呢 你纵观小米的历代产品啊 它的摄像头部分啊 一直都是尽量保持不突出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认可的啊 当然设计好看啊 皈依方面 更重要的是拍照的样张怎么样 那下面呢 我们来通过几组实拍的样张 并且和市面上目前啊 最受关注的几台手机来对比 我们来看一看 它的实拍能力到底是什么样的 样张部分 第一组我们选择室内理想的光线情况下 三台机器的解析力相当 我们放大百分之百 表现的都是相当不错的 不过呢 如果仔细看的话呢 锤子这边表现的要稍好一点 小米其次 而iPhone呢 由于像素的劣势呢 表现要稍差 另外呢 在广角端iPhone这边也是最小的 不过呢 在色彩还原方面呢 iPhone表现的要更好一些 特别是墙壁上的暖色灯光能够得以完全的还原 而另外两台机器呢 对于室内光线的还原都不够准确 特别是锤子这边呢 明显偏冷 第二组样张呢 我们选择一组超微距的 这一组的差距相当的明显啊 首先呢 iPhone本来就可以在比较近的距离进行对焦 同时呢 还可以选择两倍的变焦 这样的话 它的优势就非常的明显了 而锤子呢 也可以在比较近的距离对焦 在放大之后呢 高像素的优势使其解析力还是相当不错的 至于小米Note2啊 在这个场景表现不佳 首先呢 它会距离比较远的位置才能够对上焦 另外呢 在放大的时候啊 解析力的优势也不存在了 接下来这组样张呢 我们选择看室外的夜景啊 那么天非常的黑啊 路面上的有一些路灯 我们拍摄一个远景呢 你可以通过远景的细节还原 非常直接的判断这三台机器夜景拍摄能力 那整体上呢 iPhone这边是明显要更亮一些啊 当然画面的噪点呢 也偏多一些 不过呢 看得清楚啊 显然要更重要一点 小米这边的画面要稍稍暗一点 而锤子这边的夜景呢 表现的就比较差了 这和我们之前测试的结果是一样的 特别是当我们放大来看细节的时候呢 锤子这边已经涂抹的比较严重 丢失的也比较多了 还是这个场景啊 我们把后两台机器小米和锤子这边 都切换到夜景模式 看一看有没有提升 在同时切换到夜景模式之后呢 小米和锤子这边的亮度有所提升 画面的纯净度和解析力都有一定的提升 不过呢 亮度和iPhone比起来还是稍逊一筹 但是比起普通模式已经好很多了 当然这个模式下你必须要手拿稳才行 接下来我们回到室内啊 来看一组自拍的样张 由于呢 我们还没有女主播 还是请大家耐心忍受一下 关于iPhone的前置呢 我们吐槽了很多年了啊 今年iPhone终于改变了不少啊 整体看起来呢 解析力三台机器都差不多 那其中的iPhone呢 还是对于颜色还原的比较准确啊 而小米这边呢 明显有一些美白的迹象啊 而锤子这边呢 则有一些偏色的情况 我知道 关于很多前置镜头的测试啊 女生用户更关心的是能不能拍的更漂亮一点 没问题 大家想测试 我们就来测试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小米和锤子的内置的美颜模式啊 全都打到最大的级别的效果 看看是什么样子 请你做好心理准备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我们关于小米Note2 快速上手体验的一个内容了 坦白讲呢 如果不是背面啊 唯一的这样一个小米logo 我真的很难把这台机器和以前那些小米的机器联系在一起啊 它们的差别确实是挺大的 那即使这一次我们抛开梁朝伟的因素啊 请看硬件本身 它也真的是有很多值得你关注的点 所以我们决定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面啊 因为梁朝伟啊 当然更因为这台机器 我们少黑小米或者不黑小米 紧接下来呢 我们还会为你带来小米未来概念机MIX的上手体验内容 别忘了关注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 我们会第一时间告诉你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本期科技美学上手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非常感谢你的全程关注 想看到更多客观真实的数码产品测评呢 就来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官方微博 特别是我们的公众微信 每一天的晚上 我们都在这里共同的交流 好了 我是拿言 我们下期再见 啊 好困难啊 我 你还没把那个样张整完呢 对啊 没问题 我现在整样整 我是真的假的 没问题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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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